很多人認為Omicron病毒是逐漸流感化 但是就像感冒一樣 不過真的是這樣子嗎? 有專家就認為其實並不是這樣 確實有很多民眾他在得到Omicron之後 他們發現自己的喉嚨就像是被刀子割一樣 真的很痛甚至連喝水都會被嗆到對哪裡像感冒了 因此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Omicron病毒大部分都是聚集在上呼吸道這個地方 那麼常見的症狀包含咳嗽、發燒、鼻塞等等 但是都是嚴重的版本 但是另外還可以看到他們還會有呼吸道以及心臟 還有神經系統以及消化系統相關的症狀 因此醫師就認為這個確診的症狀嚴重根本就不像感冒 反而是像流感的高標以上 他認為這個病毒其實還沒有流感化 另外也發現有一部分的重症患者 在罹患Omicron之後居然出現了糖尿病 而且有高達15%左右 那麼現在最新的研究數據 發現這個15的數字已經上升到了30% 尤其男性的風險更會上升到40%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病毒攻擊到胰臟 來影響生成胰島素 那麼另外一個研究發現 65歲以上的長者罹患常心冠 也就是後遺症的人 居然有多達27% 每四個長者居然只有一個人罹患常心冠 常見的包括呼吸道症狀 還有肌肉的骨頭痛 不過這個症狀會持續多久 目前其實還沒有辦法正確統計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